完成正副总统登记后的第一个上班日 星光公主吴欣盈还是立委 一早搭保姆车到立法院 有随护陪同 气势就像公主走路有风 还不断拨动法司 只是当问题如雪片般飞来 我们可不可以 你们大家先把你们要的问题问一遍 然后我就大概回答一次 因为我才能站起来 我才能站起来 主动重点整理 但开口之后却是国语 台语 英语 三声道并行 刘美的他国语讲到一半切换台语 但没讲几句又跳回了英文 来拜破局后 他正式成为柯文哲副首参选 却也引来外界质疑 柯正引找他是想象菜团扣拢 不应该用钱来衡量一个人是否爱不爱国 所以我就讲说 我对台湾的一些关切的议题都是不改变的 吴信银身价有多少 根据去年底财产申报资料显示 吴信银存款633万多元 虽然没有比其他立委高 但名下有有价证券4000多万 包含新光金还有百货龙头新光三月大股东 赢赢投资 加上个人投资各种股票 身价恐怕远远高于申报财产 对此柯文哲说 从吴信银当立委之后 就没有拿过他一毛钱 新光公主如今成了副总统参选人 立委直战不请假 一切配合主席行程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一起改变 change together TVBS正不懂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